屋叫人入廟拜神 泰國貴為佛國 大部分泰國人都是佛教徒 其實基督徒當然是去教堂 香港的泰國佛廟 你們知不知道有多少間? 所以今天我們找了泰二代Vita 帶我們看看香港很有特色的佛廟 你好,Vita, 你好 我知道香港也有不同的泰國廟 但是為什麼特別帶我們來牛潭 這個泰國廟? 因為我覺得這裡很泰國的感覺 其實我們泰國就是一個很開放的地方 然後進去其實很簡單 好像我鄉下, 我覺得回來了 但是就在香港已經有這個小泰國的感覺 小佛廟的感覺 因為這個廟是泰國的皇室 它是派曾人來香港的 這是其中一間 對, 連香港的領事都會來這裡共爭 今天是否有節日和儀式 我們要做的? 對, 因為我們新年泰水節 其實也叫做玉佛節 我們這個已經調好的水 不是一般的水 裡面有香水和花 你想聞到有很香的味道 對 對, 香在泰國代表祝福 好, 那我們去玉佛就在這裡了 對, 我會唸一個佛手經 你聽著就可以了 好 南無達沙派卡拉多阿拉哈多様神佛陀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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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可以把它淋進去佛 但是不要淋在頭上 可能手或肩膀 淋上去? 對, 你可以淋上去 然後就可以起伏了 是 希望新一年賺多點錢 然後原來要好 我可以起伏了 對 好, 新年健康 沙洞, 沙洞, 沙洞 沙洞的意思就是收光了 我收光了, 你收光了 我收光了? 對… Vita雖然因為媽媽的關係有泰國人血統 但是其實她是在香港土生土長 在七歲的時候才第一次 跟她們一起回泰北的故鄉 才知道自己是泰二代 看不出來, 阿拉哈其實是半個泰國人 而且聽聞你小時候 是去到小學的時候 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半個泰國人 去到鄉下, 其實就像這次 我們來這個廟 我們全都很多樹 然後隨便坐在地上吃東西 去鄉下的時候 最怕是昆蟲 你看到這裡也有很多 但是我鄉下是超級其多 即是十倍, 十萬倍? 一百倍… 我看到是一堆的 你剛才是多少歲? 我才是七、八歲 這麼小的時候會挺害怕的 對… 生氣了 但是不敢哭和喊人 因為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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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 七天? 那你七天心情如何? 飯足七天, 沒有羹吃東西 是, 沒有餐具? 沒有餐具, 而且食物是冷的 是 早上吃… 你也是港童 對, 湯也是冷, 飯也是冷 而且你是用手去吃 然後真的不吃 我現在說得很想哭 八九女 很恐怖 對, 很恐怖 然後我七天都沒有吃東西 但我們每次種芒果 種大樹菠蘿 對… 我每天吃那些 我就叫他們撕那些芒果給我吃 叫他們撕那些芒果給我吃 對, 撕那些芒果 然後吃 我覺得當時是自己最可憐的人 當時在那裡應該已經是 那你本身在家裡 懂得說泰文或怎樣? 那時候還沒吃 還沒吃, 但是… 反正也很可憐 因為溝通不了 我聽不懂他們說的 但是我的生意很好 他們有撕芒果給我吃 很好, 對吧 又… 有三次重要的 最重要是撕芒果 又拿牛奶給我入, 還很感動 之後我回到香港 我一定要學泰文 因為我很想跟我的表哥、表姐 聊天, 玩, 玩 其實是很開心的 很開心, 很開心 有芒果給我吃 第四次 對, 很開心 然後我很想謝謝他們 或者可能送些東西給他們 也回到香港 就學會了 那你可否教我們幾句泰文 例如你剛才說謝謝的泰文 托盤卡 托盤卡, 這是有幾款 托盤卡 那你有沒有挑口探手 比較有趣的泰文 有趣的嗎? 我當時有一個很搞笑的 我聽到別人說叮噹 叮噹 叮噹 對, 我問他們是否想看那套卡通片 然後他們就說 怎麼會是看卡通片 因為叮噹就是傻的意思 即是說你傻的意思 傻的意思 對, 但他們… 可能會說你… 但你看到他們很可愛 叮噹… 叮噹… 是鼻音的 對, 一點點 但你聽到他都好像叮噹 然後我就問他, 有沒有大哄 是, 有沒有的 有 真的有的 有的 說是噪口 好 相信不少人都很奇怪 泰國人的姓名為何這麼長 但之所以這麼長也是有原因的 對, Vita, 有一個問題 對, 我經常都很想問 因為我留意到 泰國人的姓氏 經常都很長 為何他們的姓氏很長 因為我們泰國 當時是沒有姓的 最初的時候 然後到了第五、第六的皇帝 就說每個家族都要有一個姓 你知道泰國有很多人 他們不可以重複 所以越整越長 可否舉個例子 例如他們的名字會怎樣改呢 就像我媽媽 他就叫做Mkassarut Mkassarut 這是名字還是姓? 姓來的 姓來的 Mkassarut 他就說他姓林 自己說 可能是林 然後我表哥那邊 他就叫做Lim Sarit Wong 他就說自己姓王 但他身邊有黏 對, 有黏 他有沒有少許中國人的血痛 我媽媽那邊 他就說自己有 因為有中國人好像比較厲害 在你們的文法來說 是的 而且我也知道 泰王其實有一個中國姓 姓正 也是走世了的皇族 可能是皇室的 我帶你回泰國 原來公主在這裡 為什麼他會有… 也是兩個字 他們全部都是姓什麼姓 對… 雖然有中文名字是兩個字 但是皇帝的泰文名字 是全世界最長的名字 全世界最長 對, 入了一件事 是否因為他是皇帝 所以他也要做一個最長的姓 對, 應該是最長的 那沒有人可以撞到他的名字 你說不可以一樣 那是多長呢 我說很長 可以讀嗎? 我們計算一下有多少秒 這個是… 這個是這件事 真的嗎? 還有曼谷的地方名字 是全世界最長的地方名字 如果要讀是要分 幾宗 什麼?幾宗嗎? 對, 真的很長的 整個板子那一隻 就是寫一張A4紙 對…那個地方名字 就是泰王的姓氏 起碼要讀分幾宗才讀完 可以, 如果那個… 見歷史紀錄 可能兩分鐘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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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